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多年前的短暂相聚就令你刻骨铭心 兄弟 你的故事就跟我和洛霞的一样浪漫 山无陵 江水为节 天地河 足以传颂千古了 公主 这段大好姻缘不能就这么白白错过了 用得着你说话吗 你干什么呀 我从来不相信缘分 假如你能再一次把巨球捡回来 就证明我们真的有缘分 剑梅 我们走 好 那我证明给你看 喂 这条山路很险要 你要是贸然走下去一定会送命的 那是我的命 喂 等等我 喂 等等我 你不要管我了 哎呀 好歹相识一场 让我帮你一把呀 不用管我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你摔死雷得有个人帮你收尸 哎呀 哎呀 呃 呃 哎呀 哎呀 啊 喂 你没事吧 喂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哦 慢点 当心 哎呀 你看 啊 拘求 哎 这下好了 证明你跟公主有缘了 那要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摔倒的话 怎么能找到她呢 爷获得福 哈哈哈 来 啊 哎 怎么了 你脚没事吧 没断 只是疼 喂 不用理我了 快去见公主啊 那不行 要走一块走 来 我来扶你 走 好 好 来 当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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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点啊 哎呀 哎呀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下山了 弄上了这只脚 其实不关我的事的 我真是傻 是不是傻瓜 就看你的观点了 从前有一位母亲 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 他都会哭泣 因为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卖草鞋的 一个卖伞的 一个卖伞的 我听过啊 下雨的时候 他担心没人买草鞋 晴天的时候 他又担心没人买雨伞 是啊 做人太理智太精明 计划太周详 又能怎么样呢 事实往往出人意料 事已愿违 有的时候做一个傻瓜 未尝不是一种福气 傻人有傻福吗 你的人生观呢 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虽然有点豁达 但有点悲观 麻烦你 把他交给公主 怎么 你不去见他了啊 他分明讨厌我 我又何必再惹他生气呢 能够见到公主一面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该走了 喂 你怎么能不辞而别呢 你的脚 我骗你的 我想看你 肯不肯服我嘛 你又捉弄我 我想看看你是不是 个乐于助人的人 你太爱看玩笑了 你想会再这么捉弄我 我可不理你啊 开玩笑的 别这么小气 说起来真奇怪 你是一介平民 怎么跟公主这么熟悉 哎呀 此事说来话长啊 想当日 他溜出皇宫游玩碰上了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互相追打 还一起跳下了河 啊 你们俩一起跳河 不瞒你说啊 他呀 跟我是仇人 要诛我九族啊 他呀 快被我气死喽 哈哈哈 哎哟 少爷 您回来了 少爷 哎哟 少爷 哎哟 少爷 少爷您慢点啊 哎哟 少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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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去拿着毛巾去 还有其热茶给少爷啊 是 哎哟 少爷 您怎么变得这么消瘦啊 变得这么憔悴啊 哎 我爹等了 王爷跟随皇上去了皇陵 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也不知道 大概要等皇上祭祖完毕才回来吧 哎哟 少爷 少爷 哎哟 出了什么事了少爷 少爷 少爷 哎哟 少爷 哎哟 这是王爷的书房 您可不能进去啊 少废话 我让开 哎哟 哎哟 少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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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说过 弟是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肯定是马若冬在撒谎 怎么办 все 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真的是爹干的 天若有情 天亦老 难得李全品性善良 连我都喜欢她 偏偏那个公主又看不上眼 她的口味那么怪 真不明白她想挑什么样的 谁这么没功德心哪 真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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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吃过的 你这么做开心吗 你得罪了我 这是你应有的惩罚 那么我让你打两拳算了 爬上来 吃吧 刚才用水泼我 可是现在呢又请我吃饭 你没有下毒药吧 你害怕了 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掐死你 还用下毒那么麻烦呀 刚才呀 是惩罚你昨天多管闲事 但是我也知道 你是因为关心我才那么做的 有罚也有赏 这一顿饭是我赏你的 喂 你这样喜怒无常 是不是有病啊 说什么 这是一个女人老了嫁不出去的特征啊 胡说什么 我真是用心良苦的 一个女人老了嫁不出去 性格就会扭曲 心情就会变差 寿命也不会长的 够了 别再说下去了 我昨天呢 跟李全一起下山之后 我发现他真的 是个一等一的好男人 除了品性善良 武功高 也不会贪生怕死 你也不想了 何不让大家相处一下 给各自一个机会呢 你怎么总逼我嫁给其他男人啊 我是为你好啊 不是每个男人都像我这样 你说东边就东边 西边就西边 你再挑三拣四 天下没有男人娶你了 那好 就当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 你会娶我吗 我跟你认真说话呢 你真的不会娶我 当然不会了 我不想折瘦啊 别开玩笑了 去求还你 他 他真的捡回来了 李全为了你 死也愿意啊 一求无家宝 难得有青郎 你自己考虑清楚啊 喂 公主 喂 山姬 来 好朋友 你的话简直是如雷贯耳 这杯酒是我敬你的 干杯 喝酒喝 我怕你啊 喝完了再教训你 你啊 现在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听好了 你以为你是公主 你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随便捉弄人哪 还有啊 香蕉皮不能乱扔 我继续跟你说啊 算了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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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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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朕一大跳 朕还以为来个女刺客 下朕一大跳 平儿啊 怎么了 深情半夜的 到朕这儿来 有事啊 父皇 我已经找到如意郎君了 真的 你不是很想让我出嫁吗 下旨赐婚吧 好 朕现在就辞婚 就要下雨了 找个地方避一避吧 不能再耽误了 按照行程计算 修文肯定已经赶到长安了 我们一定要赶到修文的前面 先到达长安城 驾 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晚吧 好 好 毛儿龙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我护身发冷了 他淋了雨之后 病情严重了 要不给他先吃点东西 好让他身子暖和点 好啊 我去找吃他 现在这样 你上哪儿去弄吃的 我有办法的 你先生火 Isa 你静 Kafk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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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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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马大哥 谢谢 真香啊 这煮的什么呀 我摘了些新鲜的野山菇 再和我们带的香料一起煮的 这里面还有条蛇呢 全靠秦大哥 我们才可以喝到这么新鲜的蛇汤 不过这蛇有毒能吃吗 当然了 只要将毒蛇的牙和毒囊除掉就可以了 不但不会有毒还可以屈风滋波 欧阳姑娘 想不到你这么怕蛇 居然对蛇这么了解 道理和现实是两回事的嘛 是不是屈风滋波我不晓得 反正啊味道是好极了 哇 真香啊 欧阳姑娘 还是你有办法 我在江湖闯荡那么多年 更恶劣的环境我都经历过 这点小挫折难不倒我 其实你比很多男人都要强 如果谁能娶到你做媳妇 那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哪 你的衣服破了 就一点点 没关系的 你转过去 我帮你补一下 不用了 别婆婆妈妈的 来 那谢谢了 我小的时候我娘总会跟我说 女儿家一定要练就一首好的女红 他日嫁到傅家 就凭这个得到丈夫的欢心 欧阳姑娘 你的爹娘 早已不在了 相信欧阳姑娘将来 一定可以嫁给如意郎君 不敢奢望 欧阳姑娘好像有很多蓝眼之眼 我是不是太多事了 英雄莫问出处 我好了 谢谢 火差不多快熄了 我去拾些干柴来 我去吧 你刚才救了我一命 还是我来吧 那谢谢啊 你这小子真有福气啊 这么好的姑娘喜欢你 真是你的造坏啊 你说谁啊 当然是欧阳姑娘 怎么 你没看出来吗 我不知道 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你想想看啊 一个大姑娘每天跟着你 风里来雨里去 出生入死的 无怨无悔 而且还对你体贴入微 我看啊 她是整个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了 相信我没错 真的啊 说真的 你觉得欧阳姑娘怎么样 我从来都没想过 那现在呢 其实 我有个未婚妻 在长安城等着我 我试了些干柴来 来 怎么都停了 快喝汤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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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昨天我想了一晚上 我们这几个月 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 但有件事 我一直都没有察觉 其实你也知道 我是有难处的 我明白 这次回长安城生死未卜 锦王阴险狡猾 心狠手辣 我们可能是凶多吉少 如果我们能侥幸成功 渡过难关呢 我想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对你说 好啊 我等你 公子 行李收拾好了 可以启程了 这一别 不知何年何远 可以再见到公主 一场欢喜一场空 凭我们公子的人品财貌 雀评选须 那是大有机会 偏偏偏这个公主性秦古怪 还爱捉弄人 初九 你怎么可以 胡乱批评公主呢 公主自有她的道理 皇上硬逼着她选婿 没理会她的意愿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 她不能破慎重 公子既然替公主 拾会了拘求 公主也理应履行承诺 就是不涉及谈婚论嫁 吃顿饭见见面 总可以吧 算了 何必强人所难呢 公子 您别太难过了 我不会难过的 这次来皇陵 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见到了公主 她的衣容笑貌 会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圣旨大 香江世子李泉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现册封李泉为当今驸马 钦此 谢主龙恩 小心点啊 这东西贵的 都搬过去 老爷 你看我要是穿上这个 三太太您看还有这个 我真价实的金花火腿呀 我可是有半年都没吃过了 我连这个味道都快忘了 我连这个味道都快忘了 娘啊别这么丢人了 拿到出房去 爹 乖啊就让你娘高兴一回啊 难得皇上赏赐 这是皇恩好当啊 幸亏六弟为公主牵红线做媒人 我们全家才得到这么多的礼物啊 我看皇上高兴得很啊 说不定啊 我们很快就要回长安喽 但愿如此啊 乖啊 这是皇上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皇上说了 多亏你相助 公主才得以下嫁湘江世子 为了筹借你的功劳啊 皇上特意赐你这个宝凤蝶 你看看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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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啊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 咱爷俩今天好好地喝上一杯 一醉方休 小心点儿 快点儿 放这里 把礼物放好了啊 小心啊 小心点儿 这些礼物都是我们的 初九 不得无礼 初九他说的没错 这些礼物啊 都是皇上送给准驸马的 希望啊都能合用 那麻烦安公公代我谢皇上圣恩 还有一件事儿 今天晚上皇上宴请准驸马爷和众皇亲国戚会面 还交托小人替准驸马爷稍微的修饰一下 来人哪 替准驸马爷更衣 是 来来来 请准着 舍以后 是 等了 以前 有没有 第一 gene 他们仍然像是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真是太棒了 对对对 晋王说的对啊 那道和蔓的鲜味甚至感觉到明天还会齿甲流香啊 才是好啊 可和这杜康酒相比 恰言喽 嗯 此话不假 这杜康酒是让朕喝了第一杯 还想着要喝第二杯 芳香醉人哪 听说杜康酒原产于河南 是杜康无意中将剩饭放在了桑园的树洞中 日酒发出了香味 于是便发明了酿酒 嗯 想不到准驸马对酒 还有研究啊 皇上说的极是 听说咱们的准驸马是来自湘江啊 是的 晋王 哎呀 湘江这个地方可是常年洪水为患 弄的是草木不生 饥荒连连 你们看啊咱们的准驸马 好像我们不是说在他的家乡 你看他照样有闲情意志喝酒啊 啊 晋王说的对 在我的家乡 我的确是很少有机会喝酒 那我也好奇了 我们贵族喝酒 用的不是金杯就是银杯 皇上那么尊贵 当然用夜光杯 那么 如湘江这种地方 喝酒用的是什么杯啊 啊 郡王说得不错 我的家乡是资源匮乏 不像大家有金杯银杯可以用 但是在我的家乡 也有独特的一种杯 叫类杯 类杯 类杯 有这种是 什么是类杯啊 啊 类杯就是把类竹劈开以后 制成的竹杯 相传古时皇帝的妻子 在湘江边 因为思念丈夫 便躲在竹林里哭得肝肠寸断 在竹上留下了点点的泪痕 后来当地百姓发现 竹子上开始出现了竹斑 大家都说 这是皇帝的妻子 流下的眼泪 也是上天可怜这对 情深的好夫妻 天下间真的有这种竹子吗 这是我小时候 我娘用类竹做的笛子 我一直带在身边 今天跟大家是初次相见 我也没带什么礼物 不如在此吹奏一曲 以乐代礼 好可爱 好可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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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